那各位线上的朋友早安 那非常开心来到 这个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重要的贵宾 跟我们对谈一本新书 那这本新书叫做《壮世代之春》 那我当时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就是在想说 我一直在想象我未来十年后 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到底会遇到哪些的状况 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作者本人要现身 然后还有我们线上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那个语谈人 是我们淡江大学的邓玉英老师 那我是谁呢 我是淡江大学气管系服务的图敏芬 那我在淡江大学服务大概十一年了 那我们在过程当中 其实带着很多大学生做了一些服务设计 那他们开始慢慢的会遇到很多的多元利害关系人 所以会遇到小朋友 会遇到地方上 那地方上其实也有很多壮世代 就是以前我们好像会称呼他叫做老人 或者是乐林 那现在这个壮世代的名称出来 我感觉他更为积极 所以在这种积极庆之下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带大家看一下这本书的框架 那我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框架呢 是因为我在想说 哇这本书里面的副标题 就主标题叫做壮世代之春 可是副标题叫做高龄解放运动九大预测 我就想说哇有九大预测 所以这九大预测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所以我就用了我自己的一个 用新制图的方式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很简单 就是等一下我们作者就会有25分钟的时间进行分享 分享完之后我们的语谈人 就是我们通试中心的老师 那他常年在倡议幸福经济学 我们的育婴老师 那这本书就是刚刚有说 它是高龄解放运动九大预测 我当时在看这个九大预测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说是哪九大呢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了这张新制图 那我当时在做新制图的时候 我非常讶异 就是说我们的董事长 我们的作者我们的Max 就是Max非常系统化的帮我们找出了对未来的想象 就是因为我对觉得退休好像离我有点远 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对话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是一个离退休还有点远 我甚至一直在想说我的小孩嗷嗷待哺 可是我在看这个时候就说 原来不是银把族而是壮士带 然后其实有三支箭要射出来 所以从个人的觉醒机会到解套 然后再到所谓的春季人设 我觉得这个名字好有趣 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 然后预测是人生苦短要追求服事得精神 哇服事得精神又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充满着智慧 然后也充满着洞见跟洞察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本书很具体的跟我们分享说 未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活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我决定是否要念博士班的时候 其实也是用了类似的方法 就是我当时在产业服务的时候 我一直在问我自己 未来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那我当时给自己的想象是说 我想要找一份工作 而这份工作是有人会支付 就是金钱或者是经费 给我们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在职业的职业的那个探索上 就排除排除排除到最后我就找了 哦我应该要念博士班 我想要到大学教书 因为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充满自由的地方 所以我就寻着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一步一步的到了淡江大学教书 那今天的这本书 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点 就是我对未来还没有很具体的破坏 可是通过这本书 我可能可以开始想象 我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所以我现在要把我的那个时间 就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的作者 这是战国策的作者 吴春城董事长 然后人称Max来跟我们分享这本 壮世代之春 我要把画面交给他咯 谢谢 那谢谢 今天这个淡江大学 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壮世代这本书 那我来跟大家讲 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那个 很多朋友在问我说 我为什么突然去做这种老人 老人产业的 去关心这个 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战国策传播集团的老板 那我 我33岁的时候 创办的战国策 那时候我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台湾的民主化浪潮 应该想战国策到明年就30年了 那所以过去30年 台湾很重要一个浪潮 就是民主化 那我现在又看到 在我到我60岁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未来台湾30年的浪潮 那这个浪潮 就是台湾这个高年化社会的来临 我的夜 大家看一下 穿梭在大道城里 有隔旗脚踏车的挺拔身影 它是有时尚老人之称的林金斧 其实我有很多的病 我也必须去治疗他们 让我在将来的生活上面 我能够比较自在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都想那是怎么样的 那我要跟社会接轨 我不要落后于这个社会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 用上游老人 好像又有点太夸自己的感觉 之后我就用了一个时尚的字眼 我那个时尚的字眼还蛮好的 它是代表一个时代性 76岁在他身上写下的是精彩经历 而非岁月痕迹 录音啊剪接啊编排啊 我没有那么精准啊 我没有那么精准 就是调色啊调整 我没办法那么精准 他自导自演也自拍自剪 创频道当YouTuber 2019年更受邀请进纽约时装周走秀 我的目标是希望全世界的四大秀 我都走完 我走完了纽约 我还欠了London 还欠了米兰 还欠了巴黎 台北自己的地方当然要走 我台北也走了 还有三个地方我要走 为什么我要走 你如果定为说 我还想走巴黎 我想走米兰的话 你的身不会弯下来 你的步都不停嘛 林金甫解放了社会对于老的想象 传统定义的银法族 哪刻板印象已不复存在 全而代之的是空前强壮的世代 台湾高龄化政策技产业发展协会 称之为壮世代 那壮世代呢 如果简单来讲 就是战后英文朝 这一个 简单就是叫三至五年提升 那三十年提升大概都进入六十岁 那进入六十岁 这一群人有三个特质 高瘦 比他的副主费多出二十岁 这一群人三年提升 是经过世界大战的 他们不怕死的 四年提升是创造台湾企迹 这一个包括我们说的民主运动 民歌运动 所有的这些 他们的观念雄心壮志 然后五年提升 创造台湾竞技奇迹的 的一个第一代 大量三四五年提升 曾是人口金字塔 最庞大的幼年时期 经历困窘和起飞时代 他们年龄增长 也牵动着到金字塔的发展 正面临越来越长寿的人生 从国家发展委员会的资料 过去数十年间 国人平均寿命 1990年是73.79岁 2000年增加到76.46岁 到了2020年突破80岁 显示国人老的时间变长了 怎么优雅 有活力变老 观念必须翻转 高发会理事长吴春成 今年满60岁 也是壮事代议员 被誉为公关大使的他 人生下个目标 要替属于他的世代发声 这么庞大的人口 是被社会遗忘的 我们没有人在知道 企业也不关心他 企业也不卖他们商品 只卖他们拐杖 认为他们只有这个需求而已 其他都不需要了 而这群人呢 你看哦 这群人如果都退出市场了 他也不消费 也不生产了 然后狭带着这样的财富 把它藏在床铺底下 会产生什么问题 实水经济 从联合信用卡中心分析 2020年 台湾各年龄层信用卡持卡人 消费比数占比 50岁以上的壮事代 平均每卡年消费金额 均达到了7.6万元以上 远高于其他的年龄层 整体持卡占比 虽然只有23.2% 但是消费金额占比 却超过了35% 与人口比例相当 显示这一群人的消费潜力 转成实力 是极具影响力的世代 现在年轻人一直在讲说 说哎呀 这个我们所有的 很多的资源都被上一辈 这个掠夺了 所以我们还没有希望 那怎么解决 其实一个 我们现在很讲说 就是轻盈共创的一个 年轻跟上一代跟下一代 要共创的 当然是投入壮世代之后 好 那个影片先看到这里 那所以这个壮世代 这个名词是在2020年 那就是我60岁那一年 那这个 这个所发起的一个运动 那这整本书 其实是来自于我自己 被进入 视为老人的 这个阶段当中 我觉得浑身不舒服 而且我觉得 我看我周边的朋友 这个都不是 这个一般所想象的 所谓的老人 他们依然雄心壮志 所以我觉得整个的社会 对老人的观察 对这个的全面都有问题 那所以经过了两年 开始推动壮世代 后来把这些心得 经历了很多的对话 经历了很多的思考 阅读了很多的书 最后淬炼出 这个壮世代之春这本书 那这本书 这本书呢 这个出来的之后呢 曾经登上这个 伯克莱四个指标的排行榜 第一名 那这个以一本谈老人的书 能够跃上这个排行榜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表示呢 整个高龄化社会 是值得大家 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最近呢 这个壮世代 获得了各方的一个支持 很多人讲说 你要翻转 哇翻转一个世代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却信心十足 因为 因为我得到很多的共鸣 很多的单位都纷纷来 注意到这个问题 像这个礼拜天 这几天 这个在世贸 那里举办的国家资讯会 那也资讯院呢 也主动来跟我们借洽 因为他们发现 过去呢 谈什么这么热灵 银法的这些数位化 而且呢 过去资讯院呢 都以年轻人为主 那很少看到银法族了 那但这次呢 他要我们举办了 壮世代的数位普及化论坛 那在在场当中 引起很大的共鸣 也是 也是一个高零的议题 第一次进入到 国家这个 数位政策的思考的一个 重要的里程碑 那当然有很多的媒体啊 我最近 我最近大概一个礼拜 应该都有两三次 会上电视媒体啦 广播媒体啊 数位的媒体啊 很多大家纷纷都在讨论 壮世代啊 这个现象啊 那我觉得这个是引起共鸣 就是这件事情不是 我写完这本书 我一直讲说 写完这本书啊 壮世代是我的 当他写完开始出去以后 壮世代就是大家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要这是属于大家的一个 每一个人的觉醒啊 不是不再是属于我的 那我现在像个传教师一样 到处在传教 那电视啊 上电视像民事啊 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来制作 讨论壮世代 那还有像那个 我们女副总统啊 我们前副总统 吕秀莲啊 那我也去拜会她 我也跟她一起上节目 那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1970年代 她是台湾女性解放运动的 首要的是领导人 由她发起啊 之后 她改变了女性 在那之前 女性是非常弱势的 那所以 她的推动女性的崛起啊 然后 所以她在女性的解放运动当中 我觉得所有女性应该要感谢她 那我现在在推动的 就是高龄解放运动 所以我要跟她学习 她的这一种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不屈不老的精神 还有她很多的策略 都是我要去学习的地方 那现在呢 那个全球的首富马斯克 他大胆的预测说 日本如果不改变这件事 终将首相灭亡 哪件事情呢 就是这件事情 大家看到 台湾未来30年 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 人口学的事情 就是高龄化跟少子化 高龄化最后走向的卧床 台湾的卧床 世界第一 已经长达到将近9年 现在8.9年 平均哦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 少子化 也创下了世界第一名 我最近看到最新的资料 是1.03 那少子化 年轻人不昏不生不育不痒 最后到底发生的事情 是什么最后他成为的躺平主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改善 照目前的这个方式 照目前的政策 继续推动下去 台湾未来就是躺成一片 年纪大的卧床 年纪 年轻人躺平 目前我们有看到 有解方 目前都是用福利政策 福利政策没有改变 这个根本的生态关系 只是让事情往后演而已 那台湾这个事情 有多元呢 已经近在眼前 2025年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65岁上的人 占人口的20% 就是五个人 就一个65岁上的人 其实台北市现在 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社会了 已经超过20% 那台湾最老的是嘉义 嘉义也是 那整个全台湾 那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这是老人的问题 但其实不是老人的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的同学 我们现在大学生 你知道你们被称为叫百岁世代 你们是百岁世代 你们平均会活到100岁 所以人生很长 你现在如果20岁 你还有80年的时间 你觉得80年 你要规划做什么事呢 那未来你们的人生 你们的事业 你们的舞台 就是在一个高龄社会里面 2034年之后呢 台湾 各位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我们 国发会 国家发展委员会所做的 台湾人口预测图 目前大概就这样子 中间很胖 对不对 未来可以看到一个倒三角形 这就是你们未来 这一个人生 就是各位同学 你们未来的人生 你们都是活在这一个 到你们老的时候的人口 剧烈的变化 所以呢 这件事情不是老人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你们的事情 你们的事业 你们的舞台 都要 你要正视这件事情 把这件事情摆到你说的 生涯会话里面 长寿社会 是一场灾难 还是一场礼物呢 当然是礼物 因为人寿命延长 当然是礼物 但是目前 我们眼睛看的都是灾难 我们会觉得说 健保会要破产了 什么退保基金 都要破产了 抚养笔要垮掉了 为什么我们忧心冲撞 因为我们用错方法 我们用错方法 我们的眼光是错了 那现在台湾卧床 平均到九年 如果是这样没有改善的话 那真的是一场灾难 因为现在 台湾的高龄者 60岁以上已经超过500万人 500万人 接下来会600 700 800 到2050年 台湾60岁以上的人 会占人口的一半 将近1000万人 各位那时候你们几岁 2050年你们几岁 大概是你们40岁左右 40几岁左右 那正是你们人生 事业最高峰的时候 你所面临的就是 一个60岁以上的生命 一半人口 那如果那时候的人 都九年的话 那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整个国家都垮了 那我们呢 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就是 北欧国家认为 合理的是两周 两个礼拜 我们看前一阵子 英国女皇 伊丽莎白云 他卧床时间多久呢 一天 他只有卧床一天 所以可以做得到的 为什么会九年 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 就是要把九年 缩短到两周 如何才能够 从九年缩短到两周呢 这影片我们没时间 刚才提到 重视的有三高特质 寿命高 比他富足辈 多出20岁 第二个学士高 现在台湾所有的高等教育 都是从这个战后银河潮 就35年提升才开始的 那现在有大批的 台湾从农业社会 一直到现在 原理周社会 都是这些人一路开创的 到现在还是掌权人 那另外一个财富高 银行工会民的资料 50岁上的人 掌握台湾三分之的财富 而且越来越多 这么高 这么多的人 现在就从我们的社会消失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看到呢 我们一直觉得老人就是 都就是又穷又贫又弱 大家都很 甚至歧视老人 知道怎么样 但那个是因为你头顶戴了一点 银法族的帽子 你如果戴了这点银法族帽子 你看到老人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呢 现在因为高领医学发达 你知道未来的人 你如果不得癌症 你基本上是死不了的 死不了的 你什么什么高血压 糖尿病 什么东西都死不了 慢性药都可以控制 所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文化 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 老人福利法 那时候所制定 为什么制定65岁退休呢 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平均寿命 就60几岁 所以60岁就是老人了嘛 甚至50岁就是老人 我们媒体称 我们媒体有记者会写 50岁他们称他叫半白老翁 60岁像我这个样子 我现在叫做花甲老翁 但是你看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都不是这个样子啊 70几岁都还生龙活虎啊 那是哪里问题 我们的制度跟文化 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 没有进化 但是我们的寿命 已经往后延了二三十年 所以以前称60岁叫老人 其实现在60岁是什么 为什么称老人 因为平均寿命六十几岁 那就是退休以后 就剩下几年 现在退休以后 有多少年呢 二三十年 所以呢 我们要 但是因法族这顶帽子 所行述的论述 是一个旧时代 旧过六十几岁的那时候的论述 我们已经不适用 我们要把它重新戴上 一本新的帽子 叫做壮世代 这一群人是非常强壮的 你戴上这点帽子 你会看到这一群人是 又强又富又壮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 我们提出了三支箭 因为有关这个论述很多了 但是问题是大家都可能比较碎片化 那这本书呢 比较建构了 从个人社会责任 personal这里 到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CSR到政府的社会责任 因为这个只靠个人是不够的 必须整个的生态 整个的社会呢 一起做 一起到位 那这跟中国哲学里面 在中国哲学最高层次 就是世俗之首的大学 大学开宗明义就提到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这就是个人社会责任 明白作用的道理 在亲民 在亲民这就是政府的社会责任 在子余至善 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是不谋而合的 那提到个人社会责任 其实大家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这个答案 请问退休以后 人生要追求什么 我们现在每天在赖图 很多的所谓叫长辈图 大概传递了 就是安心睡 快乐吃 欢喜笑 健康做 反正越单纯 简单过就好了 那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淫法族的思维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人生策略 退休以后的人生策略 这个的策略呢 就是 就是 退休 退休以后做什么 你问很多朋友 要退休 六十岁退休 他说游山玩水 寒你弄孙呢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 如果说你只剩下五年的寿命 那这样子是差不多 蛮好的 但是如果你后面 有三十年的寿命 现在六十岁人 平均会到九十岁 是有三十年 那三十年 你每天游山玩水 寒你弄孙 你一定会倒下 成为卧床主 甚至你根本没有孙子 可以 你的孙子都已经到三十岁 你还在 你知道吗 你怎么喊你弄孙呢 现在甚至少子化 根本没有孙子 所以这个策略呢 因为我们对 这个可能就是 我们人文学院的 这些领域 要去研究的问题 你知道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 不到十十岁 我看过很多历史 现在找了很多资料 像到清朝 民国初年的时候 华人的平均寿命 三十五岁 清朝的时候 平均三十三岁 唐朝的时候 平均大概三十岁左右 所以呢 你知道我们现在 到了平均八九十岁 是人类从来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在迈向 我们就用过去旧的知识 在解决 没有发生过的问题 这个 请问 如果说人生的价值 零到六十岁 用一个字代表 你在追求什么 那经过我们统计 就是一个字叫墙 墙呢 叫做成功 就是 这个考试要分数比人高 就业升迁 要升迁比人家快 盖房子要多 这叫做成功 这就是墙 那这个大概基本上 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那请问六十到一百岁 要追求什么 目前我们社会没有共识 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那甚至是问号 不知 大部分人退休 就退休 因为他觉得人生就结束了 退休代表人生 其他的人叫做是 休闲打烊 收摊的人生 那这在过去可以 现在不可以 就是你知道 你这个摊要收三十年 那三十年要怎么收摊 所以不是这样的对策 所以壮世代呢 就是要提倡这一个 六十岁以后退休 追求什么呢 我们呢 归纳出来是一个字 叫壮 壮 强呢 上半辈子 强呢 就是 强就是一个高度 比高下 成就是一个高下 一旦你不跟人家比高下 你比什么呢 比宽度 壮是宽度 壮阔的心胸 壮阔的视野 壮丽的人生 因为我们过去 我们的前半辈子 为了求抢 求高度了 这叫做 我们的守住一个城市 守住一个职业 守住一个身份 我们不敢轻易妄动 因为滚石不胜胎 所以我们就 我们放弃了很多的理想 我们青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很多的美好 很多你想做的事情 你都没有机会去做 那在你退休以后 就是 人生 这才是一个壮阔的人生 那这也符合 马斯罗的伟大心理学家 所提出的 五个层次的需求 那强在哪里呢 强就在第四层次 叫尊严需求 那经过你一辈子 你该进的这种尽量 你很努力 得到了社会尊重 这叫尊严需求 但是多数人 就到这里以后 已经 已经大概 年纪五六十岁了 就最后 所以很少人知道 什么叫自我实现 因为寿命不够长 现在多出来的 这个二三十年 就是要让你去追求 自我实现 这叫做壮 也就是壮 是在主张的 所以刚才提到的 这就是从个人的决心 另外最后呢 也提到一下 政府的责任 我们的政府 现在就是对高临 基本上是这样的 除了长照之外 其他都非常的简陋 非常简陋 那我们的社会 在六十岁以前 可以刚刚看到 这个张图 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世界 但是如果中间 这条线当作一扇门 你把它推出去看看 你看到的是一片荒漠 没有路 没有桥 没有水 没有任何指导 没有个方向 都是靠 自求多福了 那就是一片荒漠 那这如果是少数人 就算了 现在五百万人 在这里了 五百万人 在这个荒漠上面了 不知道要去哪里 那这个就 这当然就是 政府的社会 因为如果是这样 它就会倒下来 那这是政府的责任 那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也针对 政府十个部门 甚至包括总统 我们里面都提出 一篇的建言书 因为几乎所有的部会 都是才用福利政策 来处理这个问题 但事实上应该 才能更积极的 那里面我们提到 特别到最后 我来看年轻的下一代 年轻下一代 你知道你们的人生 未来都在这高兴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2025年 台湾65岁以上 已经超过20% 在你2034年的时候 你几岁 你34岁的时候 台湾50岁上 已经超过人口的一半 2040年 那时候你40岁 60岁以上的人 已经超 已经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就是你们未来的世界 这是你们必须证实的 那现在年轻人呢 为什么 我们现在整个的 勺子化 为什么成为躺平主 我在这里 壮世代里也提出一个主张 叫做荧光经济 那荧光经济 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希望呢 因为问题发生在壮世代身上 因为壮世代 手握了台湾三分之二财富 但是他脑袋的理财观念 还是跟他爷爷是一样的 省吃俭用 不买衣服 不卸抖也不出去了 整天守在家里看电视 所以最后呢 就跟社会脱节 然后呢 失去意义感 得到忧郁症 纷纷倒下 才能卧床主 但我们壮世代要鼓励 不再是养生养病的 银法族生活 而是充满着精彩的 有计划的 三十年 一个完整人生的 一样要有目标 有计划 有准备有学习 一个非常壮丽的人生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叫壮世代 的计划 那他为了追求这一个 他的生活需求 要提高他的标准 十一住行娱乐 他都要过着丰盛的人生 继续做一个生产者 也做一个消费者 而才不会成为一个寄生的人 那当他壮世代 把他的财富 因为呢 过去他把神的简利用 把钱藏在窗布底下 那导致整个的 会什么 这三分之的财富被冻结 就变成死水经济 死水经济呢 当然年轻人就没有创业的机会 当然就低薪嘛 就业就困难 当他们把这些钱 释放出去的时候 年轻人就有无限的创业 跟就业机会 这就是我们在培养 下一代的创业家 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良性的循环 年轻人 你们未来最大的一个市场 就是赚壮世代的钱 当这个时代 历世代能够壮壮在 这个就是一个叫美丽新世界 长寿经济是 长寿经济 在这个经济 也都是认为是 21世纪最大的经济动能 所以呢 过去呢 我们的企业界非常的忽视 都认为 用歧视的角度来看壮世代 那这一代的兴起 是每一个世代 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受益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壮世代的主张 那我先报告到这里 然后把那个交给主持人 谢谢 哈喽 拜一 好 谢谢 就是刚刚就是那个 Max这边的分享 我突然对于 未来有非常多的想象 特别是刚刚 中间有提到 轻盈共创 或者是荧光经济 我们最后停在荧光经济 那因为在那个 刚刚有提到 就是壮世代是 三年级 四年级生 跟五年级生 那我这个六年级生呢 现在呢 要来听听看 就是玉英老师 怎么样来跟 Max做一个对谈 那我觉得一定会 非常的精彩 那我现在请 玉英老师 看看你要怎么样 来激起这个火花 好 谢谢 敏芬 也非常开心 能够听到Max 刚刚非常有系统 有条理的 把他 对于壮世代的这个理念 做一个非常完整的铺陈 那这个完整的铺陈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让我看到了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的确是对于高宁者 我们通常存在着一个 比较僵化的一个印象 那怎么样是可以扭转改变 我们原来的那个僵化的力量 那个印象呢 其实是需要一股推动的力量 才能够完成的 那如果没有那个推动的力量的话 我们也许就会步上日本的后层 那我们大家知道 日本从2018年开始 NHK 他们集中的在讨论 日本超高龄社会所面临的 下流老人 到那个 到那个 孤独死 到无缘社会 甚至于到最后的老后破产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避免台湾不要 步入日本 我们临近的这个国家 然后在人口结构上面呢 我们好像似乎也慢慢的 步向这一个趋势的情况底下呢 悲观的那个未来情境不要发生 所以 Max他的这本 壮世代这本书里面 壮世代之春 这本书里面呢 他其实非常巧妙地应用了 我们未来学里面的 就是把时间拉长 如果未来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情境 那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有行动 所以呢 基本上Max他是一个 乐观的未来情境的描述 他让我们看到了 如果说我们善用壮世代的 这一个 这整个 这个好几个 那个 那个generation的 这个 在金钱上面 在智慧上面的 这一股力量的话呢 那我们也许 可以不要走向 像日本这样子的 悲观的未来情境 所以呢 我想要先引用就是 就是那个 Stanford大学长寿中心 那Stanford长寿中心呢 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也同时的投入一个 很大的一个研究计划 那我们知道以前 Stanford长寿中心 他们都聚焦在就是 年轻人用你们的资讯科技的这些能力 然后来改变我们高宁社会的长辈们的生活品质 那所以呢 用的是很多的年轻人的脑袋 然后到最近几年呢 他们开始发现了 年轻人的经验 可是你必须要回应高宁者的需求 所以呢 他们的很多的设计呢 开始把高宁者的这个需求呢 放进来 这是一个基准点 你才知道要怎么样去回应 我们的壮世代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那在这一次2018年的研究探讨里面呢 他们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 就公布了这长达四年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 他们提出来人生新蓝图 New Map of Life 那这个人生新蓝图 基本上它是一个百岁人生的倡议 他们在提倡什么 他们在提倡就是 我们要让更多的 就是不管是刚刚 那个Max提到的强世代 也就是50岁以下的这些 各个世代的人 年轻人 让他们关心高宁的议题 壮世代的议题 从关心认识这一个议题 然后进一步的取得 跨世代的社会联系 从跨世代的社会联系里面呢 大家才一起走向健康的人生 健康的未来 那所以基本上 Max的倡议里面呢 壮世代的倡议里面呢 基本上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那所以刚刚Max提到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场次 到各个领域 到教育机构 大众传播媒体 甚至于深入各个的社区呢 提出他们的这一项壮世代的倡议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那股动力 就是怎么样不要走向悲观的未来情境 那同样的呢 在英国 他们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呢 他们也慢慢的在做一个转型 什么样子的转型 因为我们知道像荷兰像英国 他们过去对于高宁社会 他们所倡议的就是社区 我走的是社区模式 那这几年呢 他们发现呢 社区里面年轻人不愿意去 在社区里面的 大部分都是高龄的长辈们 那因此呢 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组织 那个组织叫 The Purpose Exchange 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就是 共同的空间 在这个共同的空间里面 他们怎么样去推动三件事情 可以说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呢 一起透过工作方 让我们的壮世代 能够真正的去了解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觉得 接下来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感 因为在我的课堂上面曾经 就是让学生回去问 家里面的长辈 那个崇阳节要到了 长辈们最需要 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礼物 结果回来呢 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除了 我比较惊讶的就是 之前我也提过 阿嬷们最喜欢里长 能够送大同电锅 这是阿嬷的经验 可是有更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长辈们 他所有的需求都围绕在孙子 他觉得 阿嬷你想要吃什么 你们喜欢吃什么 阿嬷就喜欢 阿嬷你想要去哪里玩 有孙子有家人陪伴 阿嬷就很开心 所以回过头来呢 其实是让我们就发现 就是我们的壮世代 我们的长辈们 他们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什么是他们觉得最重要的 所以在The Purpose Exchange里面 他的第一个阶段就是 协助这一些壮世代的 这些长辈们 他们去探索 到底现在对我来讲 什么是最重要的 除了孙子之外 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很想做 我甚至于就是 就是因为种种的因素 没有办法做的 那第二个阶段呢 他们就开始 引导这些壮世代 这些长辈们 去思考 去分享 我过去的经验 我的能力 透过我更清楚地认识 我的经验 跟我的能力之后 就能够很明确地 让他自我肯定提高了 他会知道 我自己未来的社会价值 甚至于我的经济价值 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让他要再重新地 进入壮世代的 不管是第三人生也好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人生规划也好 都是都会是一个很具体的 一股力量来支撑的他们 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呢 就开始实现他们的人生 而这个实现他们人生里面 刚好就衔接上 刚刚我们提到的 The Map of Life里面的 就是社会连结 跨世代的连结 那这个呢 会让我们就是 重新去思考 从壮世代到强世代 到全灵的思维 全年龄的 各个年龄层的思维 所以从这里呢 我就想要跟Max来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谈到 就是壮世代也好 或者是第三人生也好呢 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不同的 提议 那有的人认为就是说 你要越早退休越好 50岁就退休了 然后可以开始 你的人生的第二春 在工作这个领域里面 那或者是Max壮世代 所提出来的 我们应该要 延后啊 怎么会60岁就退休呢 我们现在 那个一般我们的 那个退休年龄都61岁 甚至于就是 那个是不是都还在 年轻力壮的时候嘛 那甚至于呢 The Purpose Exchange呢 他们就提出来就是 我们以后会面临的是一个 无退休的一个时代 所以呢 从提早退休 到延后退休 到无退休的年代的 这整个过程里面 不知道Max你觉得 哪一个是更适合 可以开创出来的台湾的模式 我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也觉得 包括状态的一个醒悟 你知道 我那时候本来也要 59岁的时候 开始自己在规划 要退休 然后要退休 然后因为那个 community嘛 那个AB班轮流 我在家里 轮到我整个礼拜 在家里上班 那那个 就我太太 就跟我讲说 你平常工作很忙的时候 晚上我喜欢会 会练书法 我会练书法 我练书法 常常看到我 每个礼拜大概一两天晚上 在那边练书法 就他发现 我整天没事 在家里 一个礼拜 他发现我都没有动笔 他说你为什么都没有 我才惊悟到一点说 你知道什么叫休闲吗 很多人都是为了休闲 而去退休 对不对 说辛苦了一辈子 应该好好休息了 结果你知道什么叫休闲 这个我就发现 平常很忙的时候 写书法叫休闲 整天没事的时候 写书法就变工作 你知道吗 所以呢 退休之后 没有真正的休闲 连规划去那里旅游 都变工作 很辛苦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说 人生没有退休这件事情 只是说 我们对于工作的形态 会刚才讲的壮士带 对不对 更宽阔 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继续成为一个生产者 我们用生产者来讲 你可以生产 不一定是要上班 不一定是要有薪水 不一定要怎么样 你可以生产出你的爱心 你可以生产出 美好的音乐 你可以生产出 你可以写作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 但是你会产出东西 产出东西是一件 非常美好 而重要的事情 当一个人 一切放空的时候 你知道会有多严重 当你每天 只游山 换水 安宜东顺的时候 有一句话讲说 你看最近 我们看到房间 我就看到很多 很多 六十岁以后 很多书 退休以后如何吃 退休以后如何运动 如何住 如何待人接物 连待人接物都要重新学起 如何理财 我讲说他六十岁以后 是什么 是突然变傻子 还是什么 退化到儿童时代 一切要重新学起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重要的问题 大家都从这个地方 一直给六十岁的人一些对策 那这些对策 我觉得是 为什么他无感 最重要的是 有一句话讲 当你如果不知道 你要去哪里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你现在身在何处 如果你不知道 你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不知道 你现在是谁 我们现在高龄社会 都遇到这样子 都没有在 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没有未来 只说告诉你 赶快运动 赶快大健康 赶快坐着 赶快坐着 他变傻了 你知道 然后他变成六神无主 觉得每一个人 讲的都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忘记 他是谁了 这些人曾经是强者 是成功的人物 为什么到六十岁以后 他突然 什么都不会了 重要的问题 是他不知道 他要去哪里 我们的社会 如果没有提出 这个解方 所作认可的东西 就叫徒劳无功 徒劳无功 所以刚才提到 北映那个 那个 那个 邓老师的 这个就是 建立 这个就是工作 工作的意义 学习 追求 生命是一个 一定要继续的追求 追求到最后一天 那这个就是 当然不是不可能 我们现在社会 是破碎了 就是 靠你自己 自求多福 其实这个是这样 是不够的 这样自求多 只有少数人 有办法做到 是整个从政府 到产业 都要去架构好 这个社会 让他引导大家 这个 这个会创造一个 美好的人生 这个 这个叫做 美丽新世界 而且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我觉得 我们要做一个 很好的颠覆 我们现在是一个 错误的 一个错误 我们把人生 包括产业 把人生最美好 定在18岁 对不对 那美妆业子 模特儿都长到18岁 然后他就可以 赚你的钱 赚到80岁 因为你每天晚上 就离 每天就距离18岁 远一点 远一点 所以你会留住 那个最美好 所以你每天晚上 一直涂这样子 但是涂还是没有用的 你还是 未来人就是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是一个 悲伤的人生 一个沮丧的人生 是吗 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不想活太久 他觉得人生最美好 就在40岁以前 40岁以后 都是招老头的人 一点都不精彩 他对人生 没有一个 越来 我们要高龄社会 来临 这个事情 一定要解决 不可能只靠生计 而要靠美学 这叫做建立高龄美学 我们要把人生最美好 设定在80岁 有没有办法做到 80岁是最美的 一定可以做到 所有的美 都是来自于主观的定义 强者为美 强者为美 未来高龄就是一个强者 占人口的一半以上 未来他影响到政治 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是要获得这些人的支持 所有的经济市场 都要获得这些人 这叫强者 那如果 你看我们在 我们在诗词当中叫 古藤老树婚丫 对不对 古道西风寿麻 其实这些词汇 是不是都是 属于朽坏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你觉得 它很美 但是为什么 咒文白法就不美 这都是主观认知 我们是可以把它建构 跟我也很呼吁 我们人文学院的 要好好的智力 因为我们的老祖宗 没有平均受命 40岁以下 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我们要重建 我们建立好以后 你知道 会让年轻人 想要活得更久一点 而且我们每一天 醒过来 就靠近80岁近一点 我们每一天 是不是充满阳光跟喜乐呢 人生这种盼望嘛 这个 所以呢 长寿社会是一个恩典 是一个礼物 那这个必须靠我们这一代 我们要这一代的壮世代 要活出那个荣光 活出那个模样出来 这样才是让我们下一代 可以因为他们未来越活越久 他们必须建立高领的美学 不然他们的历史会过得很辛苦 好的 那我就是接着那个 玉允老师跟Max这边 我就替 我以一个六年级生 来替接下来的七年级生 跟八年级生 发问几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 因为刚刚其实 Max有提到 轻盈共创 那这个名词 其实一直在我们社会当中 可是 我们一直不知道那个共 就是那个一起 或者是共同 然后以及创造 就是 共同创造 您觉得就是 有没有 一两个例子 是在轻盈共创上面 青年也觉得很有意义 然后老年也觉得很有意义的 一些案例 跟我们分享 你当你戴上 撞在地帽子 你真的 创意源源不断 任何东西 你就会想到 好多事情都可以做 那创意这是年轻人的特长 所以呢 你知道年轻人 如果我们正式 我也讲这个 像好莱坞 现在已经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个市场的 你看好多 最近有一 那一书叫做捍卫战士 阿汤哥的捍卫战士 创下电影史上 第七高的票房 阿汤哥个人 人生最高票房 谁去看这个电影 增加谁去看 我们的电影 都是给学生 给年轻人 给上班族看 因为他们认为 老人不看 不进电影院 都在家看电视 那这个电影 涌入的 为什么创造最高 就是壮时代 进去电影院 看这一部电影 你们发现 那为什么壮时代 要进去看这一出电影呢 因为这一出电影 的首集 是阿汤哥 23岁时候拍的 这个续集 是他59岁时候拍的 戏离戏外 就是一个人生 那包括剧情 也是阿汤哥 那个当时的 23岁的心情 那时候表现 到59岁 他人生的挫折 59岁时候 面临的困境 他要怎么去解决因应 这个事情呢 你以为他随便拍的 好莱坞已经看到 这一块市场 那个我们的鬼才 王伟忠 也来找我谈 他还说 他从去年开始发现 他不为年轻人做节目 他要为他的世代做节目 他看到这一块市场 我们这个世代 大家都以为 我们不做这个 我们也不重视吃 我们不重视穿 我们说这便便 年轻人拿名 拿年轻人拿名牌包 年轻大就拿个塑胶袋 就好了 我们很糟蹋自己 我们非常糟蹋自己 所以社会歧视 那其实这一块呢 真的有很多的 很多的你去想 而且我们要开始学 刚才老师 学习尊重自己 学习尊重自己 我开始有意见 不然人家都不重视你的意见 学习的意见 我们最近跟那个 消极会做了一个 壮世代的消费歧视 的大调查 就是消费歧视 他因为在消费过程当中 因为年龄的关系 他感受到被歧视 透过产品设计面 服务态度面 通路面 文化面 12种情境 测出来 跟在50岁上做测试 高达八成的有感 因为他的年龄 他被歧视 有三成多的人 有重度的感觉 那这一些事情呢 就是你这样 包括我们的 那花钱消费者低 财生也 你来歧视他 你会觉得 这群人真的很有钱 只是大家不懂得 赚他的钱 因为他们的消费行为 包括做行销的 行销学都要重新 来研究这些人 我们都想当然了 认为他们不需要 认为他们简单 其实不是 他们非常复杂 他们非常深有深度 这一群人非常的丰富 只是我们都用 年轻人的行销方法 在行销 在行销他们 所以让他们无感 那顺着这个 就是因为刚刚 就是有提到 就是壮世代 现在应该把自己 一样当成是一个生产者 就是可能要生产爱 然后生产幸福 生产面包也可以 生产面包也可以 很多人会画画 或游山玩水 会有游记 那刚刚其实那个 玉莹老师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如何协助 长辈来探索 因为刚刚有一个三个阶段 那我们现在在大学 其实老师们也带着 就是六年级的老师 带着现在 就是00后的学生 我们可以怎么样 去探索长辈的需求 并且如果有一些长辈 是比较 算是还没找到 自己想要生产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身为一个大学老师 可以怎么样带 带领大学生 去探索这样的需求 就是请那个 我们先请玉莹老师回应 最后我们最后请那个 Max来总结 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丁英老师 好的 好的 Max在他的书里面 有一个章节 谈到就是文化产业 然后特别是 以文化产业的话语权 因为我们看到 过去这一段时间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他们透过影剧的方式 让全世界认识韩国 特别是韩国 所以如果从那个切入点 衍生来看 刚刚主持人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可以怎么样子 轻盈共创 可以在一起合作工作 那我就想要举我们台湾的例子 就是过去这两年 就是台湾有一个剧团 他们演出了一个时代的故事 那那个剧呢 叫做《再回八道》 那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你会发现 去欣赏那个剧的呢 在他们刚刚出来的时候呢 都是原来的对于戏剧的爱好者 或者是就是对于艺术的爱好者 可是到他们去年第二次 今年再次这个剧重新上映的时候呢 他的观众群改变了 有很多的子女 带着他们的爸爸妈妈 带着他们的阿公阿嬷 去回顾他们那一个年代 再回爸爸的那个年代 然后里面的创作的整个团队呢 就是跨世代的 年轻人 他们觉得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是可以把那个年代的歌曲 能够呈现出来 甚至于在歌曲的呈现里面 带着摇滚风 可是刚开始会觉得说 这个这样子 那个长辈们会接受吗 结果发现呢 在现场的长辈们很开心 他发现他的年代的歌曲 被重现的时候 是用一个他们不是很熟悉 可是熟悉的旋律来呈现 他这个其实是 就是我们在文化创意产业 这一部分做得非常的积极 尤其是文化部在过去这几年 鼓励年轻人用影视的方式来说故事 那有越来越高比例的故事 其实是在谈我们的长辈们 我们的壮士代这件事情 所以就回到我们的大学课堂上面来 的确是对年轻人来讲 你要说怎么样子引起他 关心重视高明的议题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要先从他的家庭开始 可是问题就来了 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 其实我们找一个 也许在敏芬的那个年代 你们还有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 因为爸爸妈妈很忙 可是现在我们的那个00后的世代呢 三代同堂的少到就是 就是真的 那个十只手指头都数得出来的 所以他们跟长辈的接触的机会 非常的少 他怎么样去了解长辈那个世代 我们的壮士代的需求 所以引导 可能真的就是要引导 让他们去多接触 从多接触里面呢 才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 这个世代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在课堂上 目前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是 引导他们怎么样认识 他的长辈们 阿公阿嬷们 甚至于爸爸妈妈们 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是什么 这样子他才能够应用他现在的一些 不管是资讯科技的或者是创意的 把它应用在产业的发展上面 好那Mex去 最后总结一下给我们大学生 到底可以如何探索 我觉得整个壮士代里面有一个精神 就是我们要把 林法师为一种荣光 视为英雄 你看到这些长辈 其实有 我最近开始也在翻译时眼光 我去看到有一些前辈 不管是怎么样 他可以先吹雪倒影 他是一个教堂的早期的开拓者 他可能是一个企业 他可能是一个学校 他坐在那里的时候 会游览而生的对他表较尊重 他是一个英雄 我们现在年轻人在做这个文化 你不要把自己当英雄 你不要把自己当英雄 我们现在太年轻 把年轻英雄化了 而忽略的压抑的贬义的这些 这些人生走过来 他说的 其实这个就是世代 英雄还是他 你要做文创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忘记这个故事 英雄不是 你要为你的人生 而且你要打造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样一个视角 我们包括他要自己来看待自己 他要自己看 然后包括我们在做的 我们要这样去看到 那其实这些 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细腻 这也是文化 日本很多的文化跟华人文化不一样 日本是一个气劳文化 那个叫求三解考 那个老人到了一个年龄 都要自己到身上 因为他觉得年纪大 是一场一个羞辱 是一个社会的负担 也不是我们在华人里面 是一个敬老文化 那我们要 这是一个正向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变老 当你对老的一个时候 你也是在对自己的理战 对生命的理战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导向一场正向的 而不是一个联合的 包括最后我要结语一个 就是说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 造成世代对立 叫老的不退 年轻没机会 那这一句话 其实是错误的 我必须告诉大家 这句错误 因为这句话呢 在女权运动的时候 女权解放运动的时候 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时 占人口50%的女性 要求工作权 很多人就担心 那会不会影响 男性的工作的就业 一定嘛 一般的人要抢 抢工作 怎么会没有呢 而且是童年龄竞争 结果后来有没有 没有 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更何况现在呢 高龄一个要出去 一个要进来 两个根本就狭路 根本就碰不在一起 我怎么会挡你的路呢 而且少此话 人口就已经减少了 而且高龄 也要重新做工作设计 不要就是你 我们现在都从零和游戏 要么就是全部赶快 紧紧的抓住 然后要么就是 就零 一百跟零之间 其实要可以做过一种 植物的设计 局部的投入 30%投入40% 继续贡献 然后他可以发展 他的人生 其实这个都是 劳动部啦 包括工作契约 这些东西都要重新设计 然后 老中青 合作共同的模式 绝对是最佳的工作 大家要互相欣赏 互相合作 而不是谁 每一个人发挥他的优点 互相欣赏 这才是一个 未来最大的 机会跟希望 谢谢 好 谢谢那个Max 还有玉英老师 那今天时间来到了 最后的尾端 那我想要工商广告 就是今天的讨论 非常的精彩 就是确实也翻转了 我对我未来的想象 就是从 从提早退休 到延后退休 到不退休 然后到原来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 一个生产者 我们现在是生产课程 然后带着学生 做很多事情 可是原来 我其实可以一直 对未来想象 我可以生产爱 生产幸福 然后对于 学生 其实我们更积极的是 如何带学生 进入一个 轻盈共创的机制里面 而这个机制里面 我们双方都觉得 很有意义 而这个 这么重要的议题 请大家要见 下面的资讯栏 就是11月29号 礼拜二 丹江大学 举办了一整天 关于壮世代的讨论 那我们除了有 讲座之外 其实也会有工作坊 也会用世界咖啡馆的形式 来做更深入的讨论 所以欢迎 欢迎各位来报名 然后也到 淡江大学来走一走 那天是一个实体的 讨论会 所以请踊跃的报名 那我们今天的 线上对谈就到这里 那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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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